副总统赖清德今天出访 傍晚搭机前往美国纽约 预计15号将要出席巴拉圭总统就职大典 赖清德此行来回都会过境美国 是否跟当地政要互动备受关注 而登机前赖清德也在国门发表谈话 强调这趟出访将跟世界各国领袖展开交流 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 也让国际省委知道台湾努力维护印太和平稳定 会回首登机副总统赖清德 启称出访将参加巴拉圭新任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 也依照惯例发表国门谈话 此心总统赋予他两大任务 更重要的是在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上 要提升台湾能见度 我也将透过这一次的出访跟世界各国的领袖展开自信的交流 也会跟里面相同的国家代表团做会晤 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是坚持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 我们维护印太和平稳定所做的种种努力 这是赖清德正式获民进党提名后首次出访 而且此行前后将过境美国纽约和旧金山 虽然还是以公务为主 但外界关注赖清德过境期间是否将和美方政要毁灭 赖清德此行虽然没有安排造访华府 AIT主席罗森伯格在推特发文 对赖清德过境表达欢迎 他也将在美国期间亲自接待 副总统赖清德以总统特使身份出访 没有搭乘专机而是搭乘民航机 比较前副总统陈建仁的规格 低调处理避免触碰美中敏感神经 这段记者林郑杰王伟成的采访报道